十点八卦 十点开八 十点你还没有啪啪啪 就来听我们啪啪啪 本栏目暂时不坚守赞助 因为被这位先生包养了 王宇嫣是金庸小说 天龙八部中的经典人物 金庸笔下的王宇嫣 端庄略带志气 神清古秀 端力无双 金氏绝艳 亲密绝俗 是一位绝世美女 黄热华版天龙八部中的王宇嫣 由最经典的小龙女李若同饰演 端庄大起也足够仙气 胡军版天龙八部的王宇嫣 由同饰小龙女的刘亦飞饰演 神仙姐姐有多仙 就不用点解再加以描述了 总之王宇嫣不是一般人 所以观众对这个角色的要求 非常的高 李若同刘亦飞毫无疑问 都很好地诠释了王宇嫣 这位角色美女 但在2014年播出的 中汉两版天龙八部中的王宇嫣 却让观众疯狂吐槽 王姑娘 你不要着急 段公子只是不会招数 但他的内力深厚 这部剧里的王宇嫣 就是由当时刚刚大红的女星 张萌出演的 点解想说的是 张萌版的王宇嫣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张萌呢 其实特别的漂亮 想当初在《美人心记》中 张萌的魏子夫 可谓是惊艳四座 下加三千金中的杨真真 也是三姐妹当中最漂亮的一位 就是不知道为何 张萌出演王宇嫣 却遭到那么多网友的吐槽 都说她太丑 配不上王宇嫣这个角色 难道真的是王宇嫣这个人物 对演员的要求太过于高吗 这些对张萌的评论 是网友通过对李若同 刘亦飞 张萌饰演了王宇嫣 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论 大多数网友认为张萌的王宇嫣 是最差的 很多人认为啊 张萌不适合王宇嫣 这个角色 认为在颜值上配不上 气质上更是相差甚远 典姐觉得张萌身上 还是有些嫌弃的 至少比李若同的版本 要年轻 一开始典姐也认为 可能是大家对于 王宇嫣的要求太高了 毕竟啊 那是金庸先生笔下的角色美女 好吧 既然大家都说她不好看 那张萌就想办法 让自己变得好看一点 去年五月 张萌出席活动 背包整容 而且啊 整的是面目全非 虽然扎着两个小辫子装嫩 却看着还是比之前老了很多 不得不说 张萌整容太失败了 这个时候 网友却纷纷跳出来惋惜 长那么漂亮 怎么就想不通非要整容呢 越整越丑 以前多漂亮呀 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明明很漂亮 却非要去毁容 以前挺好看的 怎么现在整成了这样 美人心迹 最后一幕惊艳到我了 张萌以前演天涯明月刀的时候 美到了 以上这些 都是张萌整容之后 网友的态度 可这与之前的说法 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不是说人家长得太丑 不配燕王宇嫣这样的美女吗 如今 人家为了能满足大家的审美 选择了枕容 又说人家以前很美 漂亮也是你说 丑点也是你说 娱乐圈枕容失败的例子呀 太多太多 只能说张萌 的确是太可惜了 作为工作人物 受到公众言语的影响是很正常的 但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 另外 观众有时候也有点太善变了 一会儿说人漂亮 一会儿说人丑的 太不够意思了 诗点八卦 转为 他有而生